有個消息值得關注 為什麼這位王毅川 在民進黨任居要職 要主擔宣傳大任的王毅川 居然在節目上公開的講 立法院外面多少人 輕鳥活動 不要你們講10萬人 15萬人 20萬人 告訴你我們精準定位 因為有一個技術 他們用手機訊號分析出來 在立法院外面的群眾年齡 跟之前的太陽花有沒有重複 這話嚴重了怎麼說 因為現在所有的廠商 如果提供這些資料出來 給任何的機關 他是去識別化的 他不能夠讓別人判斷 這個姓名年齡 甚至職業身分 他只能知道 大概是有多少人 哪些號碼 把哪裡登記的帳號 在現場的位置用來計算人數 如果你的個資 還能知道有沒有參加過太陽花 有沒有重複過 那個人是誰 那可就嚴重了 這不就是黨國 動用國家機器監控 人民行動了嗎 那所有那些小草訊號比起來 如何我們多多了等等 還有跟太陽花還可以比較 這厲害了 所以大家在討論這件事情的時候 資料來源 王毅傳問他 他說明了 他說是用民間公司提供的 手機信令資料 民間公司可以提供 這樣的資料來分析嗎 他不重複參與者的年齡 跟資料是有問題的嗎 那當然有沒有揭露各自的疑慮 其實這一次 當然是有各種各自疑慮 要被檢討 但他現在有各種的解釋的話術 問題是中天過去 被NCC開罰60萬人是什麼 就是因為謝榮介一句 韓家軍手機被監控 請問NCC對王毅川 在3D上面這樣的發言 要不要開罰 結果NCC真的去問了 他回答是說 不能這樣比王毅川屬於個人發言 這樣也行 那謝榮介不算個人發言嗎 他不是在節目上講的嗎 那請問是代表黨嗎 他有黨職的身分 是不是代表民進黨 就這樣在做現場的人數監控 或我們人民各自的監控呢 這個只有現在 還是大選的時候也都這樣做 這個問題很大 所以當王毅川這個手機監控的說法 他說太會幻想 沒有這回事大家想太多的時候 鄉民可不這麼想 網友質疑 雖然相關數據可以分析人流 不可能可以說成 兩次參加活動的是不是同一批人 監控民眾 他在說為什麼說拿觀光交通來墊背 因為他就說 沒有 交通局 觀光局 辦燈會的時候 也是有這樣子的資料 會提供給大家不一樣好嗎 我剛剛講的敘事別化 並不會用觀光局 並不會把人的個資 拿來做比對好嗎 好 再來看看過去 尤志斌曾經這樣講 剛剛講了一大堆民進黨的話 就是舔共舔共 中共派來的 尤志斌之前曾經告 說張鴻路前立委 全家跑去大陸舔共賣台 因為他的弟弟在 受到國家級媒體訪問 而且在大陸設有公司等等 他的妻子在公司擔任發言人 跟大陸生意往來 如果舊民黨的標準 這就是中共同路人馬 所以他當時就做了這個批評 現在是台北地人署 確定針結不起訴處分 所以證明了這個舔共嗎 還有蘇貞昌說 生意是哨把也要跟老公周旋到底 這麼抗中的蘇貞昌 他們不知道還有多少愛將 都跟中國做生意 過去雙標比一比太多了 竹凡不及備載 當2010年的賴清德 當時還沒當總統 賴清德總統他說 陸生來台是教育史最黑暗的一天 因為那天審的是大學法 要讓大陸的學生 可以進到台灣來就讀 最黑暗的一天 現在他雖然一邊罵 一邊還是說 就職典禮之後還講了一次 兩岸重啟對話之後 要歡迎大陸學位的學生 來台就讀 這是兩種標準 還是此一時也比一時也 藝人更不用講了 藝人的被逼表態 陸委會立刻就痛批說 這是中共長期意識形態 反而會加深人民 台灣社會對於中共政權的反感等等 但是有沒有辦法可以解決呢 還是你也跟著一起打一起罵呢 像賴清德他說法是說 我們體諒他們 他譴責中國大陸官方 但是他說體諒一下 這些人在屋簷下的藝人 結果周玉寇 他被自己的側翼給圍剿了 周玉寇火大 就說他不滿意 這種說法什麼人在屋簷下 五月天這些藝人被統戰 就要大家打電話到總統府 民進黨中央表達意見 吳清代也說 大家犧牲了一部分常規生活的幸福 大熱天走出來 不是就是因為現在有前所未有的危機嗎 體諒了別人 誰來體諒別人 體諒我們 所以他們覺得賴清德還不夠硬 那台灣要一時在這些最硬的人 或者是最激烈最意識形態的人 來主導整個台灣未來的發展嗎 初衛 我先講 第一個王毅川講的絕對是事實 而且也做得到 但他不是從業者身上拿的 這幾年政府利用防疫 收集了我們無數的個資 之前在防疫的期間 有一個接政府標案的 就跟我們聊到這個 當時我瞠目結舌 大家記不記得在疫情的時候 第一個我們打疫苗或你各式各樣 什麼農油 紀元什麼券什麼券 都要用手機去領 去登錄 你去登錄的時候 你是不是就要登錄你的姓名 你的身分證 你的出生年月日 OK 當你滲出去的時候 政府端那邊就有你這一個名字 這一個人的個資了 這是一個部分 第二個 過去政府只能掌握你的戶籍地址 沒有辦法掌握你的居住地址 你的戶籍地址在高雄 你如果來台北工作 他不知道你在哪裡租房子 但是疫情過後都知道 為什麼 疫情的時候大家記不記得 開放用健保卡去Saven 領口罩 大家會在哪裡領 會在自己住的地方 或者是公司的附近去領 所以他又掌握了你的個資 把所有的個資交叉比對 綜合成一份有用的監控名單 這是誰的工作 這就是成立訴發部的工作 所以為什麼過去訴發部 大家說他都沒有成績 都沒有在打架 他沒有在打架 做得不能說 他沒有打架的成績沒有錯 但是你不能說他沒有在做事 他做的事就是在整理大家的個資 所以現在民進黨已經有能力 政府已經有能力定位到說 你游淑慧就算你是高雄人 你在台北租房子 他已經可以定位到 你是在哪裡附近租房子了 這個手機號碼09XXXO 他是幾月幾號出生的 他全部都掌握了 而且不用透過電信業者 因為就在我們這幾年 政府不斷的利用什麼券什麼券 然後領口罩什麼什麼的 去蒐集你各式各樣的個資 就這樣完成了 當程商跟我講的時候 我心裡想說 蛤 所以我們在那邊領什麼券什麼券 去參加什麼抽獎 其實我們都是在受傷 被釣魚了這樣 對 過去是詐騙集團釣我們魚 可是其實大家知不知道 民進黨政府就用各式各樣 國家的錢發什麼什麼券 其實在調你的個資 然後變成他們監控之時 宇軒 搞了半天 王毅川講了天大的秘密 人民被監控的資訊 可以到這麼細密 不過比對十年前 有沒有太誇張了一點 王毅川不要瞎扯蛋了 什麼手機信令 手機信令有被人家挖出來 信令根本不會有年齡性別 也不會有你是誰 因為王毅川原本的講法是什麼 他今天出來越描越黑 他說沒有 那這只是民間業者統計的 他的意思說你 比如說我 張宇軒 我所登記使用的門號 他會根據你到了現場這個訊號 傳遞之後 因為這個業者知道 你是某某某 所以你到現場 各位 那等於是什麼 等於是你的人民 身家 姓名 性別 全部都統計 被業者出賣了嗎 就是你去到現場他知道 因為你知道他這個判別多離譜嗎 他的意思是說 這一群人跑去小草的那一場 對不對 後來發現 小草那一場所去的人 沒有來到立法院外面的圍城 沒有來到青鳥行動 沒有來到喇叫行動 他知道這件事情 這個要確認兩件事情 第一個 我知道去到小草行動的是誰 代表小草 519那一場他們就在監控了 那些年輕人到底是誰 年齡層 性別 大選就監控了 他都知道 然後他還說我知道這群人還沒有來 所以另外來的這群人都知道 換言之 這些資料 如果他把整個統計出來的表格 跟王毅川報告 那換言之細部的內容 他們如果要掉掉不掉的掉出來 細部的內容是掉得出來的 他代表他知道你是某某某 去到現場幹嘛幹嘛的 那我們先問兩個層次問題好了 第一個技術上這個可不可行 可行 再來第二個 是不是王毅川講的那個 什麼手機信領 不是 因為他講的那種調查 只能計算人流 他沒有辦法進行細部的劃分 因為去世別化了 對 這個是完全知道 掌握到你人就在哪裡 那我反問各位一件事情 今天你去到現場他可以掉你 今天如果他對於他有興趣的對象 比如說政敵 比如說某某某 比如說他想要找任何人 他可不可以去掉你手機 先罵他的任何人 對 他也可以去掉 他手機就可以去查得到 這不是民間業者可以做的事情 因為今天不管是台北市政府 新北市政府 各地縣市政府的議會 開醫的時候都有被問到這件事情 他們通通都只講一個答案 不可能 你知道為什麼不可能 因為違法 因為真的違法 這個已經涉嫌違反憲法 我套一句老科最愛講的話 這個違法違憲 你這個違法違憲 可以這樣子弄 當然不可能 所以你仔細看 包括現在民進黨 去討論到很多問題 除了說我們講的這個監控 最主要的一個問題之外 我訪問一件事情就好了 請問一下 國民黨的這些各個政治人物 你先前是不是 曾經有國民黨立委講說 被跟蹤 我是提到一個料 是不是我們前一陣子 有五個媒體都被點名 你知道警察跟他們講什麼嗎 警察說我要來保護你們 不是 潛秋節我問一下 警察怎麼知道他們人在哪裡 都知道 這才是問題 警察說好我們現在要開始保護你了 把這個消息跟這些人講 這些人嚇死了 想說我晚上 我晚上出去喝個酒 去一個醜 我都會被你找到 然後還跟那個警察講說 可以不要嗎 拜託 可以不要嗎 你這樣子我才覺得 我覺得人生受到迫害 我才覺得我有安全的問題 我的隱私受到侵犯 所以拜託一下好不好 現在不要好話講多說溜嘴了 才在那邊硬拗 有就有 沒有就沒有 有些說溜嘴 但講到10年前去對比 這就太瞎了 是幫到還是怎麼樣 沒有 王毅川這個很明顯 你們這種東西 你們自己私底下看 去監控人就算 你還拿出來在節目上講 炫耀 對 那你活該 然後我覺得最好笑的 卓冠廷還跳出來幫他為事 說這種沒有什麼 新北耶誕城 台北市政府 常常這樣都有資料 不信你去問他們 人家現在都告訴你沒有 這種東西就只能控制人流 請問一下 新北耶誕城他去注意到 來新北耶誕城附近的年齡層 從哪裡來 我去比對這些東西到底要幹什麼 他比對這些幹嘛 完全毫無意義 他去做這件事情幹嘛 導致你們為什麼要去比對 這個東西 你想幹什麼 所以這才是問題的重點 所以我跟你講 王毅川不會有事 為什麼 他到時候就跟你講 不好意思 那天 我聽錯了 不是 那天上節目剛好起動 這不是我講的 這個是不知道哪一位太子講的 或是哪一位王爺講的 我不曉得 他這樣就過關 NCC這個回答大家覺得很瞎對不對 他說不能這樣比 王毅川是個人發言 憲永介不是個人嗎 憲永介當時是議員 也是在節目上 王毅川現在也是 民進黨的政策會執行長 他也是公眾人物 也是政治人物 為什麼不能比 我告訴你為什麼不能比好不好 因為憲永介是指控政府監控 王毅川沒有 對啊 NCC只接受 只受理這種指控政府的東西 指控政府他就要立刻出來開發你 沒有指控政府是不是 隨便你怎麼講 認證 對 就是這樣 NCC認證 對 就是這樣子 所以我真的覺得很好笑 然後張宏露我譬如講 他當初多瞎 你知道嗎 因為是游志斌講他 你去告游志斌很正常 他連林國村都告 為什麼你知道 因為林國村正在跟他競選 所以他懷疑游志斌是林國村指使 也是想像就對了 對 所以民進黨都是這樣亂告人的 莫名其妙 因為林國村根本沒講這件事 然後也被告 所以我真的覺得還挺好笑 但問題人家 游志斌講的全部是事實 因為一到法庭上的時候 你知道 那個游志斌講的說 他妹妹在大陸開公司 什麼胞弟也在那邊 然後他老婆在公司當中發言人 你知道張宏露的律師表示不爭辯 就表示這些都是事實 那你還去告人家告什麼東西 你真的全家人都在大陸賺錢 那有什麼好講 我必須跟大家澄清一個觀念 去大陸賺錢沒有什麼不對 本來就是 只是你莫名其妙 你沒事到處去指控別人 然後自己全家人在 各位新聞大白話的好朋友 在我們節目畫面右下方 可以看到這個QR Code 只要拿起手機對準掃描之後 就可以一手掌握TBS新聞 跟我們一起發揮監渡的力量 更多時事討論 鎖定新聞大白話 馬上回來